第六十六回 红锦西齐城大战 诗语 齐门顿树镇前开 斩将千骑亦撞灾 黑雁隐魂遮白日 清翻至地化尘埃 三山关上多英俊 武器崖前有一才 不是仙娃能幻化 只因月老做新梅 话说燃灯河山挤柱阴郊 四路人马骑上山来 吴王至山顶上 看见阴郊这等模样 滚安下马跪于尘埃 大呼 千岁 小臣激发 奉法恪守臣洁 并不敢欺君往上 相赴今日令殿下如此 师姑有万年污名 子雅宛福武王而言曰 因教违逆天命 大树如此 怎能脱逃 大王要尽人臣之道 行礼已尽主公之德可也 武王曰 相赴今日 把储君夹在山中 大罪聚在我激发了 王列位老师打开侧隐 连念激发 放了殿下吧 燃灯道人笑曰 贤王不知天数 因教违逆天命 怎能逃脱 大王尽过君臣之礼 便罢了 大王又不可逆天行事 武王两四三番劝止 子雅正色言曰 老臣不过顺天应人 断不敢逆天 而误主公也 武王含泪 搓土焚香 跪拜在地 昌禅气宿曰 臣妃不救殿下 乃众老师要顺守天命 施费臣之罪也 拜罢 然当请武王下山 命广城子推离上山 广城子一见音教 这等如此 不觉落泪 正是 只因出口离除院 今日稀奇 怎逃脱 只见武吉离了音教 音教一道灵魂 往风神台来 轻拂神起搏剑 用百灵帆来引音教 音教怨心不服 一阵风竟往昭歌城来 周王正与打几 在露台饮酒 好风怎见得 有赞为正 瓜地遮天暗 愁云照地昏 露台如泼墨 一派殿装成 鲜瓜石阳尘波土 此后来岛树推林 只瓜得嫦娥抱定 梭罗树 空中仙子怎藤云 吹动昆仑顶上石 卷得江河水浪魂 话说周王在露台上 正饮酒 听得有人来 周王不觉昏尘 就膝而卧 见一人三手六臂 立于狱前 口称 父王 孩儿因教 为国而受离除之恶 父王可修人证 不施成堂设计 当任用贤相 速败袁荣 一任内外大事 不然江上不久 便欲东行 那时会之晚矣 孩儿还要诉奏 空风神台不纳 孩儿去也 周王惊醒 口称 怪哉 打几胡喜妹 王贵人三人 共习欠身 盲问曰 殿下为何 口称怪哉 周王把梦中事 说了一遍 打几约 梦游新作 陛下物疑 周王乃 九色昏君 见三腰交太 拔斩船碑 遂不在心 只见四水关 韩荣 有本 尽昭歌告急 其本至文书房 威子看本 看见如此 心下十分不乐 将此本报入内庭 周王正在显庆殿 当驾官启奏 威子后旨 王远 宣 威子 至殿前 行礼 必 将四水关 寒荣 报本 呈上 周王展看 见张山 奉斥 征讨 施力 又带着 殷交殿下 绝于 其山 周王 看壁 大怒 与众臣约 不到激发 自立武王 竟成大逆 屡屡征伐 损将折兵 不见成功 为今之计 可用何清为将 若不早除 恐为后患 班内一臣 乃中建大夫李登 尽力昌臣 约 谨天下不敬 刀饼四起 十余载 为宁 随东伯侯 江文患 南伯侯厄顺 北伯侯崇黑虎 此三路 不过 选戒之急 赌西齐江上 驻激发 而为不道 此行祸乱 其智不小 论昭歌城内 皆非江上之敌手 臣见三山关 总兵关 韩荣 才术双全 若得此陈征伐 术姬大事可定 昼王急传旨 鸡翅往三山关 命洪锦 得专征伐 使命迟照 竟往三山关来 一路无辞 一日来自三山关 管义中 安下 此日 红锦 带左二关 接旨 开独臂 交代官 乃是孔宣 不日 四孔宣 交代明白 红锦 红锦 十万雄狮 离了高关 往西齐进发 好人马 怎见得 有赞为正 一路上 惊奇 迷利日 杀气乱行云 刀枪寒萨萨 见己 冷森森 宫湾秋月样 剑叉电寒星 金甲黄灯灯 银窥四狱中 罗响惊天地 鼓雷四雷鸣 人是皮修猛 马四蛟龙雄 今往西齐去 又送美前程 话说红锦 一路行来 兵过齐山 少马暴入中军 人马已至西齐了 红锦传令 安营 立下寨帐 新行官继康 博显中 上仗参见 红锦曰 锦奉斥征讨 而等各已尽心卫国 将上足智多谋 非同小敌 须是谨慎小心 不得造次草率 二将曰 谨领台命 次日 季康领令出营 至西齐城下诺战 盘马暴入相府 紫牙大喜 三十六路征法 今日已满 可以打点东征 盲问曰 哪一员将冠 去走一遭 南宫阔愿往 紫牙许之 南宫阔领命出城 见季康 犹如一块乌云而至 南宫阔曰 来者何人 季康答曰 无奈红总兵麾下 正印官季康是也 谨奉斥征法 而等叛逆之徒 离当授手圆门 尚敢领兵据敌 真是无法无君 南宫阔笑曰 似你这等不堪之类 西齐城也不知杀了百万 又在你这一二人而已 快快回兵 免你一死 季康大怒 纵马五刀直取 南宫阔手中刀 负面相迎 二将战有三十回合 季康乃左道旁门 念动咒语 顶上献一块黑云 云中献出一只犬来 把南宫阔夹脖子上一口 连袍带甲扯去半边 几乎被季康刀劈了 南宫阔下得魂不附体 拜进城 致相府回话 将咬伤一事诉说了一遍 呲牙不乐 只见季康进营 见红锦 盐 得胜 赏南宫阔 拜进城去了 红锦大喜 头阵胜 阵阵胜 此日 博显中上马 至城下请站 探马抱入相府 紫牙问 谁人出马 由邓九宫应约 末将愿往 紫牙许之 邓九宫开放西齐城 走马至军前 认得是博显中 大呼约 博显中 天下金归明主 你等今日不祥 更待何时 博显中约 似你这匹父 富国大恩 不顾仁义 乃天下不仁不智之 苟智儿 邓九宫大怒 催开坐骑 使开和善大刀 直取博显中 显中挺枪次来 二将交锋 如同猛虎摇头 不亚狮子白尾 之杀的天昏地暗 怎见得 有赞为正 这一个顶上金盔 飘烈焰 那一个黄金假挂 连环套 这一个星星血染 大红袍 那一个粉素蒸袍 如白炼 这一个大刀灰如 闪电光 那一个长枪 恰似龙蛇线 这一个胭脂马袍 鬼神经 那一个白龙居走 如银线 红白二将似天神 龙斗虎正 真不善 二将大战 二三十回合 邓九宫乃是有名大将 展开刀如同闪电 势不可当 勃显中 哪里是九宫敌手 被九宫卖个破绽 手起一刀 把勃显中挥于马下 等九宫得胜进城 致相府回话 斩了勃显中首级 报功 字牙令 将首级号令呈上 且说红锦听折了一将 在中军大怒 咬牙切齿 恨不得平吞了西齐 此日 领大队人马 做名要姿牙答话 少马抱入相府 姿牙文报 及时排队伍出城 炮声响出 西齐门开 一支人马而出 红锦看城内兵来 纪律严整 又见左右 龟州豪杰 一个个胜似虎狼 那三山五岳门人 飘飘然 具有先锋道骨 两旁燕翅排开 包到旗下 乃开国五城王 黄飞虎 子牙座似不相 穿一身道服 体貌自别 怎见得 有师为证 金冠如鱼尾 道服暗东方 四套玄水火 马鞋济玉当 手指三环剑 胸藏百炼钢 帝王诗相品 万载把名扬 话说红锦走马至军前 大呼曰 来者是江上吗 紫牙答曰 将军何名 红锦曰 无奈奉天征讨 大圆荣 红锦是也 尔等不守晨洁 为天作乱 往往拒敌王室 法难清代 今奉旨特来征讨尔等 拿戒昭戈 以正国法 若知无利害 早早夏季旧秦 可就一郡生灵涂炭 姿牙笑曰 红锦 你既是大将 立当之机 天下尽归周主 贤士尽叛毒夫 了你不过一红之水 能记甚事 仅诸侯八百 其法无道 无不久会兵梦尽 调民罚罪 依旧生民涂炭 虚平祸乱 如等积极早降 乃归有道 自不是封侯之谓尔 唐敢逆天依住不到 使自取罪利也 红锦大骂 好老匹父 也敢如此四肢乱言 遂纵马五刀 冲过阵来 朋友姬书名大呼曰 不得猖獗 催开马 摇枪直取红锦 二将杀在一堆 姬书名乃文王第七十二字 这殿下心性最急 使开枪势如狼虎 约占有三四十和 红锦乃左道树士出身 他把马一夹 跳在圈子外面 将一造旗往下一戳 把刀望上一晃 那旗化作一门 红锦连人带马 静进旗门而去 殿下不知 也把马赶进旗门来 此时红锦看得见姬书名 姬书名看不见红锦 马头方进旗门 红锦在旗门里一刀 把姬书名挥于马下 子牙大惊 红锦收了旗门 依旧现身 大呼曰 谁来与无见证 朋友邓禅玉 走马至军前 大呼 匹父少带士强 无来也 红锦看见一员女将奔来 金盔金甲 飞临马前 怎见得 有失为政 女将生来正妙龄 英风凛凛 冒平庭 五光宝石飞来庙 辅国安民 服国安民定太平 只说 只说禅玉 禅玉 不知禅玉有志 也不来敢 盲取五光石 往旗门里 一时打来 听得红锦 在旗门内 哀哟一声 面以灼伤 收了旗帆 拜回赢去了 子牙回兵 进府 又见伤了一位殿下 郁郁不爽 纳闷在府 截言红锦 被五光石 打得面上 眼肿鼻青 鸡得只是咬牙 盲用丹药附贴 一夜痊愈 此日 尚马亲至丞相 坐名只要女将 尚马抱入相府 言 红锦只要邓禅玉 字牙无忌 只得主人到后面来说 土行孙见人来报 忙对邓禅玉约 今日红锦坐名要你 你切不可进他奇门 禅玉约 我在三山关 大战数年 难道左道也不知 我岂有进他奇门去的理 二人正议论间 时有吉隆公主听见 忙出境事 问曰 你二人说什么 土行孙对 承堂有一大将 红锦 善用幻术 将造其一面 划一奇门 殿下积书鸣赶进去 被他一刀送了性命 作与禅玉交战 他又用造翻 被他不赶 只一时往里面打去 打伤此贼 他今日定要禅玉出马 故此弟子 吩咐他今日 切不可赶他 如若不去 使他说无稀奇 无人物 龙及公主笑曰 此乃小树 叫做奇门盾 造其为内奇门 白翻为外奇门 既然如此 待无收之 土行孙上银安殿 对子牙 把龙及公主的事 说了一遍 子牙大喜 忙请公主上殿 公主见子牙 打其手 曰 其借一座计 待无去收此将 子牙令 去五点桃花居 龙及公主 独自出马 开了城门 一记当先 红锦见女将来至 不是邓禅玉 红锦问曰 来者乃是何人 龙及公主曰 你也不必问我 我要说出来 你也不知 你只是下马受死 是你本色 红锦大笑 骂月 好大胆见人 也敢如此 纵马五刀来取 公主手中 冤飞剑 急驾盲盈 二记交锋 支三四合 红锦又把 那骑门盾 使将出来 公主看见 也取出一手白帆 往下一戳 将剑一分 白帆化作一门 公主走马而入 不知所亡 红锦极致看时 不见了女将 大惊 不知外其门 有相生相克之理 龙及公主 从后面赶将出来 公主虽是仙子 中是女流 气力甚少 即举剑 往红锦背上砍来 正中肩胛 红锦哀腰一声 不顾其门造翻 往正北上逃去 龙及公主随后赶来 大叫 红锦 速速下马受死 无奈摇持金母之女 来助五王伐咒 莫说你有道数 便赶你上天入地 也要带了你的手机来 往前紧赶 红锦只得舍声奔走 往前久赶 看看赶上 公主又曰 红锦 莫想今日饶你 不在江丞相面前说过 定要斩你方回 红锦听罢 心下着忙 身上又痛 自私 不若下马 借土盾逃回 再做屈处 龙及公主 见红锦 借土盾逃走 笑约 红锦这五行之术 随意变化 有何难哉 午夜来 下马借木盾赶来 取木能克土之意 看看赶至北海 红锦自私曰 幸物有此宝在身 不然怎聊 忙取一物 往海里一丢 那东西见水重生 脚海翻波而来 此物名曰金龙 红锦脚跨金龙 奔入海内而去 龙及公主赶至北海 只见红锦跨金而去 怎见得 有赞为正 烟波荡荡 巨浪悠悠 烟波荡荡 接天河 巨浪悠悠 连地脉 潮来 潮来汹涌 水尽弯环 潮来汹涌 犹如霹雳后三春 水尽弯环 却似狂风 吹酒下 成龙扶老 往来必定皱眉行 跨鹤仙童 反复果然忧虑过 近岸无村舍 傍水少于粥 浪卷千层雪 风生六月秋 野兽平出没 杀鸟任浮沉 眼前无吊客 耳畔指纹殴 海底鱼游乐 天便鸟过愁 话言龙脊公主 赶至北海 见红锦跨京而逃 公主笑约 向吴梨摇尺 带得瓷宝而来 忙向锦囊中 取出遗物 也往海里一丢 那宝贝见水 复现原身 哗啦啦 分开水势 如泰山一般 此宝名为神奈 原身浮于海面 公主站立于上 仗剑赶来 此神奈善祥金龙 起头金龙入海 脚得波浪滔天 自后来神奈入海 金龙无事 龙脊公主看看赶上 记其捆龙锁 命黄金立士 将红锦速拿往西旗去 黄金立士领娘娘法旨 凭空把红锦拎去 拿往西旗 至相府往阶下一摔 紫牙正与众将冠共议军情 只见空中摔下红锦 紫牙大喜 不知红锦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